多重部分,要怎么写?其实很简单 这个逻辑部分,我先把这个程式,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主要差别就是说,我希望改成什么呢?改成18到30 就是说18岁以上又分成三等 一等就是说18到30是叫做青年 然后31到65是壮年 65以上叫老年 OK,你不要说这个什么什么 反正我们只是一个范例 你不要,老师那你如果要改,你没关系,你逻辑自己改好了 老师现在老年应该70岁以上 因为好像现在70岁以前都看起来蛮年轻的 没关系,你爱怎么改怎么改 我们这只是范例 OK,甚至你还可以再多很多等 还有没有,还有什么青年 还有什么,壮年 还有什么,中壮年 对吧 中老年 对不对 反正很多啦 你自己爱怎么去设定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先执行,执行的话 特别注意,这边是按执行 在这边输入 OK,请输入年龄 那我若输入35岁的话 他应该出现什么 壮年 壮年,他就出现壮年 OK,那如果我今天是输入66岁 那就老年 OK,应该没问题 那城市该如何改 如果把刚刚的城市拿来改的话 首先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城市 跟刚刚的城市呢 有哪个地方不一样 特别注意哦 要怎么改比较简单 其实并没有增加太多 首先第一个哦 我们在那个什么呢 原来的架构里面 这个其实不用改 因为未成年是小S8岁 都一样 只有呢 其实L10哦 其实应该可以改成老年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一直往下哦 判断完毕之后的话 那剩下来的哦 就是老年 那可是中间呢 我们还需要什么 比如说什么 还有青年 壮年 多两层 青年跟壮年怎么加 特别注意哦 一 记得请你在这个一副 一副的这两行的下方哦 按个Enter哦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一副这个逻辑 按这这两行 一副这两行哦 把它复制贴过来 复制 Ctrl-C Ctrl-V 特别注意哦 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哦 一副的贴上的第二个一副哦 的前面加两个字 特别注意哦 加什么 el就可以了 el 那为什么要加el 特别注意哦 因为哦 在一个逻辑判断里面 只能够有个头 就只能一个一副啦 其他的其次的话呢 就叫el一副 el一副啦 else 或者叫else一副 这样子 然后呢 它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它应该是哪个年龄趋迁呢 它应该是要大于18岁 小于 这个应该是30好了 是青年 那你会发现 这两个有没有重叠的地方 有重叠到嘛 如果有重叠一定是end 如果没有重叠的话 那就用偶了 那叙述怎么写哦 这边这边 刚刚不是有 跟各位讲那个关系 那个关系的那个运算 那个 关系运算值里面的话 end 特别要第一个我们先什么 他要必须大于等于 要等于哦 大于等于18 这边 本来小于改成大于等于 然后后面空一格 加一个and end 然后h 再怎么样 小于等于30 这样的话呢 那就把它未成年改成叫做青年 这样ok 应该可以理解的 反正你就只要按部就班 不要打错了 绝对就不会出现错误 好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再后面enter一下 那把上面这两行怎么样 再Ctrl C Ctrl V 贴到这边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 再来的话 岁 所以 大于等于 其实 其实你这边 当然你可以大于30 不要等于 因为等于的话是青年 ok 大于30 and 小于等于60 65 65 65算老年吗 如果65是老年 那就小于65 好了 ok 那如果小于65的话 就不包括65 除非有等于才包括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状年 ok 那就把它改一下 这边就是状年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那当然底下 老年 你想说老师 那老年 我是不是可以在L if H 大于 大于等于65 写跟不写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逻辑这样切 因为如果从上到下了 上面切完了 这一块切完了 这一块切完了 那剩下 一二三 对吧 剩下来的 那就只剩老年了 就不会上面的逻辑都已经切完了 就不会影响 所以哦 下面如果你用else也可以 ok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写else一符 再做 可以啦 可是有的时候 程式 尽量 如果可以不多词一曲 就尽量让他写简单一点点 ok 所以剩下来就else ok 好 那再来就测试 如果词刑的话 假如说你输入年龄是三十四岁 那应该会撞年 撞年没错 有没有 他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 他有点像闸门 反正你哪个闸门 你就进哪个 或者人家有点那种 什么生产线 有没有 那个什么 比如说橘子好了 有大有小 那哪一个橘子应该落在哪一个箱子里面 有没有 他会自动有一个那个 按照他的大小 按照他的重量 有没有 那不就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设定一个闸门 让他自己跑到那个地方 就掉进去的那个意思哦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个是有关 多重的逻辑判断的这个叙述 那我又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我这边是好像有等于 等于就六十五 六十五是撞年 对 可是问题现在应该是 满 这个这个云端上面的 照云端上面的去撞看 这个如果六十五的话 如果假如没有等于的话 那一定 就是应该 这个六十五应该跑哪里 如果我这边没等于吗 没等于那应该就会 应该会跳老年才对啊 对没错 老年 应该没有等于 OK 如果云端上面的 假如你这边再多一个等于的话 那前面它等于三十一 大于等于三十一 三十要改平三十一 对对对 你的大于等于三十一 其实哦 试看看 云端的那个写法跟这个写法结果一样 结果都一样 如果你等于三十一的话 那这样结果跟刚刚一样 也是 因为其实叙述方法 每个人逻辑 如果稍有不一样 有没有 那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哦 所以 刚刚这个地方哦 如果大于三十 有没有 跟大于等于三十一 的结果是一样 也就是说都有包括三十一 主要是不是要包含三十一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等于六十五的哦 如果有没有等于六十五 如果有等于六十五 那就六十五岁就壮年 如果没有等于的话呢 那就是 六十五岁就不是壮年 要变老年 所以差别就是有没有一个等于的这个叙述方法哦 这个逻辑可能要搞懂 那我想你在做那个判断的话 就会比较简单一些 OK哦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或者也可以可以在自己再加一下 有没有等于没有等于 的这种写法 试试看哦 那逻辑判断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任何地方啊 程式里面主要的作用哦 就是会 你只要把逻辑先写好 然后再配合一个所谓的回圈 回圈就重复做嘛 他就全部帮你判断完了 然后把你的这个结果 自动放在另外一个栏位出称格里面 就帮你输出了 那你就不用做人工的这个判断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这有关多重逻辑判断